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也好就为赠职费的纳税人 对不对 很简单 那么这里边呢 有个概念要给大家普及一下 他说的是个人 这个个人指的是什么呢 他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 所以大家注意个人不等于其他个人 明白吗 这点大家务必要注意起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都知道呢 有些单位呢 他存在承包的情况 就是单位以承包承租挂靠方式经营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种承包人 承租人 挂靠人啊 给他起个名叫做承包人 那么如果这个承包人 他是以发包人的名义对外经营 我把你这个公司承包下来 然后我打着你的旗号 就叫以发包人的名义对外经营 然后我惹了祸的话 你也帮我承担责任 那由发包方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那这时候实际上虽然叫承包 那实际上我依然是打工人的感觉 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是以发包人为纳税 你作为纳税人 那否则的话 是以承包人我为纳税人 所以存在承包的这种方式下 他的纳税人是要根据情况而定 那么这个呢 大家要能够知道 以发包人名义对外经营 发包人承担责任 那当然由发包人作为纳税人 这是要能够知道的 然后第三点资管对资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的应税行为 那么以资管产品管理人为纳税人 资管对资管管理人作为纳税 知道就可以了 知道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块教材有一个变化的点 我觉得稍微引起同学们的注意 所以在这我画了一个星星 做什么呢 就是境外单位和个人 他在境内发生应税行为 该交税的时候 他在境内没设有经营机构的 那么以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 我买了 这个老外资赚钱 我给他了 给他一百万 那这时候我对扣缴义务人算税的时候 注意这个应扣缴的税额等于 接受方支付的价款 实际上就相当于购买方支付的价款 那么他是含税的 要把它转换成不含税的 那么增购税是价外税 然后把它转化成不含税的 那么所以呢 接受方支付的价款 除以一加税率 然后乘以这个税率 算出来呢 就是作为扣缴义务人 应该扣缴的税款 这个公式需要背一下 这个公式需要背一下 那么关于含税转化成不含税的 我们后边再讲 这个税额计算时 也会给大家介绍 大家要把这个公式呢 磕到脑子里 这就是我们说的 纳税人和扣脚义务人的问题 东西不多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说说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登记问题 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 都是纳税人 我们对不同的纳税人 采用不同的方法 那有的纳税人 他可以使用正式专用发酵 有的不能使用 然后他们的计税方法呢 又有所不同 那么这块呢 提示一下 就是你像我以前的基础班的课件里 有一个关于增值税原理的讲解 但由于我呢 也讲这个预税班 我的预税班里 详细讲解了增值税的原理问题 所以呢 如果大家对这个增值税呢 还有一些 这个不是很熟悉了解 也可以听一下这个预税班 关于增值税这个原理的内容 不听也不影响学习 所以在基础班中 我今年的课件都没有加这块内容 没有加这块内容 但是呢 我们讲到这块呢 你要不断的去什么呢 论啊 不断去听 不断去就在耳朵里灌 灌耳朵 那么你自然而然结合后边那边也就会了 所以呢 不要着急 我怎么不知道这些东西 不用着急 那么我是要说的中心思想就是什么呢 就是肯定都是纳税人 只不过他们俩的计税方法不一样 发票管理不一样 对吧 你一般纳税人 那就是一般方法 肖像减进像 那么小规模纳税人 它是简易方法 我们后边都会结合 所以呢 我们对这样的不同的纳税人 要采取一定的分类标准 然后对他们的计税和发票管理上是有一定差异的 那么怎么分呢 对不对 怎么分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增值税纳税人 按照会计核算水平和基因规模 按照这两个标准 分为两类纳税人 起个名字 一类叫一般纳税 一类叫小规模纳税人 那么采取不同的登记管理办法 那我们就兵分两路来说一下呗 我们先说一下小规模纳税人 大家注意 我给他打一个星星了 那么小规模纳税人的登记是这样的 我们所说的达到小规模纳税人标准 指的是你年销售额在规定标准以下 是吧 并且你的会计核算不健全 不能按规定报送有关税务资料的纳税人 注意这是一个并且 说销售额规模以下 我可以认为他经营规模比较小 然后会计核算水平又不健全 那这两个一个都不占 那么你就是小规模纳税人 就是小规模纳税人 好了那么这时候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年销售额在规定标准以下 这个标准是多少呢 好我们说是一个 两块钱彩票中养的数 他一小时五百万 那就是具体认定标准为 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五百万级以下 所以你五百万以下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规定标准以下 并且会计核算不健全 那这个时候你就作为小规模纳税人的处理 就按小规模纳税人的计税方法 发票使用管理规定 进行那个事务处理就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又衍生出一个问题 什么呢 怎么叫做年应征增值税的销售额 这个销售额指的是什么 那个年 我们怎么界定年十二个月 那就是连续不超过十二个月 或者四个季度 因为有季度纳税的 就四个季度 那么这种经营期内累计 应征增值税的销售额 这里边包括正常的销售额 我们说的正常销售额 就是纳税申报的销售额 卖就得报 卖就得申报 是吧 申报就是你上售集关报税 然后交税嘛 就是纳税申报的销售额 还包括什么 就是基查查补销售额和 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 这是非正常情况下的销售额 也要包括进去 所以这就叫什么 年应税销售额 理解即可 要把这五百万记住 是不是 那么这时候有一些特殊情况 需要跟大家说 比如说我这个企业 偶尔发生 卖一个无形资产 卖一个不动产 我就超过五百万了 但是这些呢 谁老没事卖 我老没事卖的话 那就是土豪了 是吧 没有经常卖 偶尔发生的 那么算他超过五百万了 不算偶尔发生的 就没有超过五百万 那这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有标准 偶然发生的销售 无形资产 转让不动产的销售额 是不记录 我们说这个五百万的 年销售额的判断标准中 偶然发生的 他不考虑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我要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算 这个增值税的时候呢 有时候呢 会有一些什么扣除项目 所以呢 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 或不动产 有扣除项目的 那这个时候 再算这个年应税销售额 应该什么 未扣之前的 我们后边会讲 有些差额作为销售额的 那么这时候应该是 未扣除之前的 所以是扣钱的 不考虑偶然情况下的 年应征 增值税的销售额 五百万以下的 然后你的会计核算又不健全 就是小规 听明白了吧 所以偶然不考虑 然后有扣除项目的是扣钱的 这些小的内容 大家作为基本功 记到脑子里就可以 这个 我们考试一般设计的不多 但是 经常在这个 你职业过程中 很多 有没有问你这个事 你得知道 你作为做的坏事 你得知道的 对不对 好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句话 说年应税销售额 没有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 但是刚才说了 你没有超过 如果你会计核算健全呢 我们刚才小规是 没超过不健全是小规 如果没超过你健全了 那么可以办理一般纳税登记 所以这句话大家注意 好 总结一下 那么就是小规的标准 就是五百万以下加不健全 这才是小规 那么如果五百万以下健全了 那么它是可以办理一般纳税登记的 可以按一般纳税管理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 然后这五百万包括什么 扣钱的 然后偶发的不考虑 就可以 那就可以了 总结出来就是这样的内容 那么好了 一般纳税呢 那它的登记条件其实很简单了 你不是小规 当然就是一般了 所以我们先讲小规 是吧 你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的 小规模纳税标准的 就应当办理一般纳税登记 明白了吧 就应当办理一般纳税登记 好了 这时候有几个提示的点 有一个星象 不得办理一般纳税登记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释法规定 那么可以选择小规模纳税 那这时候你向主管事务机关提交书面说明 说你看规定 我是可以选择小规模纳税的 即便超过了五百万 我也可以选择小规模纳税的方法交税 那这个时候你既然选择了 那你就不需要办理一般纳税登记了 就按小规处理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其他个人 这个很重要 刚才我们说了 其他个人和个人不是一个概念 他们俩之间差什么 差一个个体工商户 那么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 你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其他个人 不能登记为一般纳税 只能按小规处理 对吧 这是几个 另外一个 那么换句话说 个体工商户 个人中的其他个人是按这个处理 那么个人中的个体工商户 符合规定标准的 符合规定标准的 是可以登记为一般纳税的 所以个体工商户 可以登记为一般纳税 这个是要求大家知道的 而其他个人是不可以的 你超过规定标准也不可以 所以这点呢 我们画一个重点符号 这圈里写的啥 圈里写的是个人啊 就是其他人 个人和个人的区别 差一个个体工商户 刚才我们给大家总结这个概念 是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啊 很重要的一点 提示的第二点就是 说啊 我小规一般是不是可以蹦来蹦去 我今年业佑不好了 我原来是一般 我现在就变成小规啊 那么注意 我们正常情况下 登记为一般纳税以后 那就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可能你经营规模变小了 但是你要知道 你是一般纳税有个前提条件 就是你会计核算一定健全 所以你经营业务不好啊 但是呢 你会计核算健全 你能够按规定报送资料 你就按照一般纳税进行管理就可以了 啊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 括号里说的 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我们也是执行过 可以转登记的 就是已经登记为一般纳税的单位和个人 转登记日前12个月啊 或者是连续4个季度 累计销售后 没有超过500万的一般纳税 在特定日期前 也可以选择啊 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 那么 所以原来一般的符合条件 可以转小规模纳税 但是这是特殊的情况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不得转 对吧 那这种说我一般转成小了 然后后来觉得又好了 我再次登记为一般纳税 又不能再转 不能转来转去 所以这个呢 提示三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 转登记的问题 我们是教材中提了一句 所以我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一般是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 听见了吧 登记以后一般不能转 那么有的时候老师 这个登记在哪啊 那就是你机构所在地的主管 事务机关了 那么他的登记程序 我在这就不给大家说了 简单的了解一下 感兴趣的阅读一下教材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登记实现的问题 那么年应税销售和超过规定标准的月份 如果记住申报是记住 他的所属申报期结束后15天内 就要去申请相关的登记 你这个一般纳税登记 对吧 15天达到了就要去登记 那么我们就说说这个意外情况了 我知道正常情况下 我的年销售和超过规定标准的 所属月份的申报期结束以后 15天我就要去报了 但是我没有按照规定实现报 比如我这个月啊 前标都达到了 这个月15号应该报 但我没有报 那怎么办呢 事务机关会给你发一个什么 通知的 主管事务机关会在规定实现 结束后5日内制作税务事项通知书 告诉你啊 杨军啊 你这个公司该去办理啊 一般纳税登记了 对吧 那我办了就没事了 那就按一般纳税管理就可以了 如果预期还不办 这时候大家注意了 人民事务机关都让你办 你还不办 那可不行啊 对不对 那可不行啊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你看我画星星了 就是很重要的点啊 什么呢 就是预期不办的 从次月起按照销售额 依照增值税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 直到纳税人办理相关手续为主 那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们说一下 比如说我呢 是个小规模纳税人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呢达到标准了 按道理刚才不说呢 这个申报期期收15天 我应该报吗 我没报 没有去登记这个一般纳税人 收集官通知我还不理他 那这个时候我这个月再去卖货啊 这个次月起再去卖货的话 假如我卖了50万 那这时候你说我按一般纳税人处理 按小规模纳税人处理 绝对不能按小规模纳税人处理 因为我已经超过标准了 那么有通常那就按一般吧 但一按一般 我就没有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手续 所以不能严格的意义上按一般呢 那怎么处理呢 其实他就有惩罚性质了 什么呢 一般纳税人他是这样的 肖像减进项 那么小规模纳税人呢 就直接用销售额乘以征收率就可以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说呢 哎他有点惩罚措施了 告诉你办你不办 所以我们不能减进项 所以这时候 这个月的销售额假如是50万 那直接乘以税率就可以 那比小规模纳税率要高啊 你税率的话 我会讲13960 那小规模纳税的话 139啊 13% 9% 6% 要高啊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你看你就不能按小规了 因为你已经达到标准了 所以不能50乘以征收率了 百分之或百分之三不可以 那这时候我想按一般也不行 对吧 因为一般他最大的特点可以减去迹象税额 但你没有去办 所以不能减迹象税额 所以答案很简单 50乘以税率就费了 就是这个 按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税额 所以应纳税额就等于销售额乘以税率 而不是乘以征收率 这个要注意理解啊 这个注意理解 我们说他是以前出过这样的题 那么由于比较简单啊 那么我们就给大家口述了刚才的这个情形 你就知道怎么处理就可以了 不给收集一段面子通知你不办 那怎么办 那你呢 不能按小规来了 但也不能按一般 所以我逼着你去做 那你乖乖的去怎么办这个手续 然后就能销售额乘以税率减去迹象税额了 那才是应纳税额 大家能够知道 这是我们需要大家能够知道的点 然后呢 另外一个提示点就是 自一般纳税生效之日起 那就可以按照一般纳税的方法算税了 也可以领用增计税专用发票了 对不对 那这个呢 都跟我们后边的课程有关 那么一般纳税方法是什么 后边都会说 那么这时候注意 什么叫一般纳税生效之日起 怎么理解这个生效之日 那就是办理登记的当月一日 或者次月一日 那么你办的时候呢 这个窗口那块 事务机关这块 他会在办理登记手续时 让你选择你自行选择就可以了 就是从这个开始 还是下个开始 只不过这个意思啊 所以是当月一日 或者次月一日 那就自由选择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是我们说的 关于一般纳税生 和小规模纳税生 登记的相关知识点 一定要抽象出 我们重点讲解的内容 然后有所熟悉就可以了 那么教材中这块 还提示了一个 关于综合保税期增值税 一般纳税资格登记的问题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干货 所以了解即可 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两部分的内容 纳税人的问题和两类人的登记问题 给大家介绍完了 我们做到题来感受一下 说下类各项中应当或可以登记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的有 对不对 那这里边我跟你说 你扫一眼哪个绝对不可以 自然人一定不可以 因为自然人属于个人中的其他个人 对吧 所以呢绝对不可以 即便他超过小规模纳税的标准也不可以 那只能在ACD之间选择 我们看看A 说年应税销售额50万 会计核算健全 是吧 注意了 他可不可以登记啊 我们说不能登记一般纳税的 那就是什么 500万以下 然后呢 不健全 他说的是没有达到500万 但是健全 健全就可以登记 所以A可以选择 C 年应税销售额500万以上的 丙无传播修理厂 那这个是可以登记为一般纳税的 因为你超过了这个标准了 D 年应税销售额500万以上的丁个体户 个体户达到标准 也是可以登记为一般纳税的 所以答案是ACD 只有这个自然人不能登记 好了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这个内容介绍完了 一句话概括 就是熟悉 我们总结讲解的基本规定就可以了 好 那么关于这项内容 杨老师就带给大家学习到这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